大家好,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欢迎收看425期时间消息,请进行远程介绍话题 昨天4月28日,以领要业公布了2021年的年报和2022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 陆公,你怎么评价? 报表出来以后,大多数媒体的报道重点都是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历日下降 但是看过前几期节目的观众都知道,他们当前的股价不是靠财务数据拖起来的 而是一个媒体制造的泡沫 除了莲花清闻,以领要业还有其他医药产品 所以我不想研究整体的盈利情况,更关心报告的其他细节 马上就五一劳动节了,以领要业的2021年报才出来,实在有点晚 所以到昨天为止,我一直在看一领要业的2020年报以及其他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 有一个数据不得不分享一下 从2018年到2020年,一领要业的销售人员数量从2250人增加到1.07万人 这是销售费用从18亿增长到30亿的原因之一 然后新的简报出来了 我很好奇1万多的销售员对应了多少实体经济的生产工具 从2021年报数据来看,销售人员的疯狂扩张有所缓解 已经下降到9095人 但是每个生产人员还是要对应三个销售员 销售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例是60% 准确的小数点后四位数,看起来非常巧合 另外,吴依领当副校长的河北医科大学过去四年招生总数是7972人 他所雇佣的销售员数量几乎相当于医科大学的本科生数量 同一张员工数量表指出 公司有1989个技术人员,3348个生产人员 同一份报告里面还有公司研发人员情况表 里面明确标出了公司有1989个研发人员 换句话说,以领一夜认为自己的技术人员就等于研发人员 生产车间里面都是不需要处理技术问题的流水线工人 422期,我们提过以领一夜的销售费用问题 2017年销售费用是16亿 2018年是18亿 2019年是22亿 2020年超过了30亿 去年统计下来,全年花了34.34亿 以领一夜对此做出了解释 销售人员的薪酬上升,市场活动增加 但是我记得销售人员比上一年还是少了1000多 所以不意外的话,市场活动费用增加才是主要原因 总之,公司报表显示 以领一夜是一个3000多人搞生产 差不多1万人搞销售的大型销售企业 对于石家庄市的就业有明显拉动作用 接下来我要回归正题 研究一下他们的主打产品 莲花清文胶囊 我先回顾一下过去几期和莲花清文药物有关的内容 417期节目,我用事实证明 所谓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文治疗新冠肺炎的说法 是100%的谣言 422期节目 在1001夜宣布报案之后,我分析了谣言对股价的影响以及谣言的来源 确定了大多数谣言都来自和1001夜有亲密关系的编辑记者 同时,疫区采购的莲花清文胶囊数量远远超出了感染者治疗所需 早已经达到每人几何的水平 显然是作为预防药物发放的 424期节目指出,1001夜最新的经营重点是药品之外的保健饮料 正在疫区大量销售莲花清文饮料和其他没有药品皮纹的保健品 其他媒体发现,某些封控的社区被禁止自己团购 理由是引发传染风险 只能购买居委会推荐的食品包 其中就包含莲花清文饮料 在这三期中间,1001夜有一次声称报案的声明 之前的4月18日,1001夜还在投资者平台回应了6条质疑 其中第三条回答引用了2021年11月在国外发表的论文 原话是,莲花清文干预组核酸检测阳性率0.27% 显著低于对照组阳性率1.14% 具有统计学义,内阶人群预防应用莲花清文 可降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率达76%,同时安全性良好 101夜官方认为,这足以证明莲花清文交涨对新冠肺炎的预防作用 在这次引发争议之前,光明网也在2月25日介绍了同一篇论文 宣称一次病例和密接者都应该是莲花清文 为疫区政府大量采购莲花清文提供了依据 如果101夜的说法成立,莲花清文交涨的确是很重要的预防药 全国14亿人,每人发两三盒不夸张 今年1领1夜的股价上100元,也理所应当 但是在炒股之前,我们还是应该看看论文本身说了什么 发表这篇论文的杂志名称是《寻证补充与替代医学》 论文标题是,莲花清文胶囊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前瞻开放标签对照实验 论文的四位作者,有三位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作者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那科主治医师龚小薇 一领一业董事长吴一领自己就是河北医科大学副校长 而且是负责学兽的副校长 在大多数研究中,这是需要主动回避 至少也需要预先发出强烈声明的利益关系 今天,我把标准放宽松一点 不管他们的作者身份,先看一看论文内容本身 论文的研究方式是找到了1976名密接、刺密接和时工接触者 分配到莲花清文组和对照组两组 其中,1101人吃了莲花清文,875人的对照组不吃 经过14天的治疗,莲花清文组的阳性率0.27%,对照组的阳性率1.14% 0.27除以1.14是23.7%,一减去23.7%是76.3% 所以,101一宣布降低了76%的感染率 但是结论不能只看总数 只要读一下文章摘要就能发现 无论吃与不吃莲花清文 密接人群的阳性率在统计上都看不出差异 阳性率差异主要来自于次密接组 所谓次密接,就是和感染者本身没有接触 但是和密切接触者有密切接触的人 在次密接人群中 吃莲花清文的阳性率是0.09% 不吃莲花清文的阳性率是0.71% 如果你真看过论文应该意识到 这篇论文最多只能证明莲花清文 对次密接人群预防新冠感染有效 而且产生了接近8倍的防护能力 让87%的人群免于感染 101业自己不说87% 只说76% 显然是觉得应该宣传对全人群的防护能力 而且似乎101业也觉得 只保护次密接人群 不保护密接人群 逻辑上不太说得通 当然逻辑上人疑惑 统计上有个差异 这也足以发一篇科学论文了 因为科学论文的目标之一 就是重建科学逻辑 但是很遗憾 这篇论文在产生统计数据方面 非常缺乏逻辑性 因为来自观众的流行病学博士 帮助我们解析了论文的分析和统计部分 在现实中 一个治疗方法 可能和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相关 左边的图就展现了这种情况 比如说 美国要研究一个更好的癌症治疗方法 收入就会决定一个人 是否能够得到这个疗法 如果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 获得新型癌症疗法的人寿命更长 不一定是这个疗法有用 也有可能是富人 本来就因为其他因素活得长 这就是所谓相关性 不等于因果性 在疗法之外 影响结果的条件叫做干扰因素 有的干扰因素用社会统计数据很容易确定 比如说收入 有的干扰因素就不容易确定 比如说个人关系网 如果某个人群更容易和医生成为亲戚或者朋友 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保健知识 更容易接触到新的治疗方案 这也会影响他们的寿命 如果我们在统计中不能有效辨识这类人群 结论就会有偏差 所以设计试验的原则之一 就是排除外部不可观测因素 接近真实的因果逻辑 我们当然不可能把外部不可观测因素都找出来 所以就应该做双盲实验和大硬本实验 用随机性去排除不可观测因素 从这个原则出发 这篇漏文的实验设计是有很大问题的 首先是数据选择问题 实验以隔离点为单位 被隔离的实验对象 以隔离点为单位被分配进了实验组或者控制组 一部分吃莲花清闻 一部分不吃 但是文章没有介绍调查了多少个隔离点 以及各个隔离点的情况有多大差异 现实中每个隔离点接收的是特定来源的密接人群 不同隔离点人群的差异巨大 在中国当前的政策下 高房价街区低房价街区 包含大量退休老人的国企家属区 患者的基础健康情况完全不一样 并不能提供均匀随机的样门 以隔离点为单位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 很容易出现与莲花清闻无关的偏差 当然有偏差也只是猜测 并不能证明洛文本身的逻辑一定错误 但是洛文提供的一些样门数据 几乎足以推倒全部的结论 在这个文章的表一中 我们可以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 有两个明显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年龄 被分配去吃莲花清闻的人 在12岁到17岁的比例很高 而控制组有更高比例的人 在18到46岁 年轻人抵抗力强 身体基础好 就算没有服药 本来发病率也更低 第二个差异是密接形式 不吃莲花清闻的人 有很高比例处于相同的密闭空间 或者乘坐相同的交通工具 论文中有一句话 所有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 均与接触病例共享密闭空间 或通过医疗护理暴露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和阳性病例共享同一封闭空间 或者和阳性患者一起就医的人 是风险最大的群体 在全部样本中 处在相同密闭空间的受试者 一共355人 其中115人吃了莲花清闻 240人不吃 同乘一辆车的受试者 有76人吃了莲花清闻 370人不吃用来对照 按照文章自己的逻辑 这必然会影响结果 让数据更有利于莲花清闻 顺便说一下 文章把控制组 乘坐相同交通工具 一项的百分比写错了 但是审稿人并没有发现 更降低了论证的可信性 如果我们来设计一个理想的试验 应该用随机大样本 避免年龄 密接形式和未知因素 影响一个人吃到莲花清闻的概率 但实际的样本是 年龄 密接形式 以及和隔离点有关的未知因素 都会影响受测试人员 吃到莲花清闻的概率 我们看这两张图 如果诺文要检查莲花清闻的要效 就应该只测量莲花清闻 到外的因果链条 但是由于分组方法的问题 我们实际上测量了 所有因果链条之和 当然 就算实验要闷一塌糊涂 我们还是可以用数据工具 来挽救先诺文 比如说 可以用多元回归模型 把年龄和密接形式 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也可以用一些更精密的方法 比如说逆概率加全法 排除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年龄分布干扰 或者在隔离点这个层次上 用固定效应模型 分层生存模型 用来控制变量 但是在文章第三到四一二的 统计分析一节 没有提到控制变量的问题 论文直接就把前面的 畸形样本拿来推导结论了 在论文的讨论环节 原作者也承认 本研究的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 由于流行病的紧迫性 和及时治疗的需要 实验并没有使用双盲犯法 这就是说 没有办法排除药品的安慰剂效应 我们不知道得到莲花轻微药物的人 是不是知道自己分的治疗组 得到了更多的心理激励 我们也不知道去统计药效的人 是不是因为预先知道了分组方式 而产生统计偏差 这显然是一个 有利于论证药效的实验原则 在设置了各种各样 有利于论证莲花轻微药效的条件之后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批值 也就是统计结论的显著性 对于批值的定义 我这里就不解释了 有统计基础的能理解 没有统计基础的 需要翻阅一定的数学门槛 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 总之一句话 批值小于0.05 才可以认为统计结论有意义 本文的主要结论 批值是0.0485 是一个采线的统计结果 论证非常脆弱 数据稍微有一点问题 论文的价值较归零 考虑到前面列出的几项干扰因素 都强烈有利于论证药效 对于这篇论文正确的解读是 没有任何有效结论 如果伊领药艳 拿了论证预防性的论文 就是这一篇 我当然要质疑 手上这颗莲花清闻交上 为什么要发给我 以及各地政府 为什么要花上亿的资金 购买莲花清闻 发给没有感染的普通人 看了论文之后 我们开始怀疑 什么样的国际权威期刊 会发出这么一篇 不严谨的论文 工作室的同事调查之后 发现 巡政补充与替代医学的影响因子 是2.63 处于中科院SCI分区的四区 中医药研究是 中国独有的小吃市场 影响因子刚刚过一的 两本国内期刊 中华中医药杂志和中医杂志 都能进入中科院分类医区 在特殊政策倾斜下 愿意接受中药论文的 巡政补充与替代医学 还是只能在四区混 可想而知 这个伦敦期刊的视频如何 有中科院分区作为证据 我不知道光明网编辑 为什么要说论文 发表的国际权威杂志 在这本期刊上 发一次文章 价格是2400美元 投稿文章接受率是40% 我们找到了期刊 创始编辑之一 维也纳大学物理医学 与康复前主席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补充医学教授 埃扎德恩斯特发表的评价 他应该算是对期刊 本身最有发言权的人 埃扎德恩斯特认为 这本期刊现在是无用的垃圾 因为并不存在 有效的同行评审 我猜 河北医科大学 选择刊物的时候 比我更了解这些公开信息 对莲华清文论文 预防新冠肺炎的学术分析 就到这里 考虑到这是101 和国内其他媒体 拿出来证明 预防效果的唯一证据 我认为 能否预防的问题 已经很清楚了 当然101 还可以说 莲华清文 不只是能够预防新冠肺炎 还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轻症 接了几期 我们还会对莲华清文的 其他论文进行分析 看一看 一万个销售员的企业 到底能不能支撑 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 接下来 让我分享一点其他内容 4月份最让我感慨的消息 是日本漫画作者 腾子不二雄A去世了 虽然他并不是 机器猫的直接作者 但是和作者 腾子F不二雄 是终身好友 好到同住一个方言 共享比明的地步 机器猫的部分情节 也受到了 腾子不二雄A的影响 他也可以算是 机器猫的亲人 按照漫画设定 机器猫的出生年份 是2112年 腾子不二雄A 虽然是机器猫去世最晚的亲人 但从情节来说 他反而在年代上 距离机器猫更近一些 机器猫距离我们只有90年了 我之前分析过 机器猫在中国流行的原因 主角野比大雄 出生于1964年 在漫画里10岁 所以机器猫漫画的 绝大多数情节 都发生在日本的1974年 漫画里最主要的 集体活动场景 就是一块堆放着 水泥碗的泥土地 说明工业化还得继续推进 就算在东京城区 也没有完全占据自然空间 在一个初步建成的工业化社会 儿童不再承担生活和战争的压力 可以无忧无虑地长大 旧时代的阶级秩序已经解体 新时代的阶级压力 还没有完全渗透到 儿童的生活空间 不同阶层的孩子 有时间在一起玩 还可以分享 自己从不同阶层的 陈人社会带来的新鲜事 期待科技进步 给所有人都带来更好的未来 这的确是历史上 难得的轻松一刻 我们可以把机器猫 理解为儿童版的年代剧 在野里大雄 读小学之后十几年 中国走到了 类似的工业化阶段 我读小学的时候 周围也有堆着建筑材料的游戏场 也有一群来自不同家庭 但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玩伴 机器猫动画片 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接了几十年 中国的工业化社区 走出了国企大院 先是覆盖到老城区 然后又扩展到普通的乡镇 最终把所有中国人都卷进去 在二十年间 前后有几亿中国儿童 经历过工业化 快速扩展的阶段 对着机器猫动画 畅想自己的未来 所以机器猫或者说哆啦A梦 不仅是日本的经典文化 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部分 2022年的今天 中国工业化基本结束 大多数中国人比过去更富裕了 大多数儿童也比过去更安全了 但是所有家庭都卷入工业化之后 也接受了新时代的阶级秩序 儿童不仅因为阶层而分化 还为了提高自己的阶层 忙着补课 上各种培训班 很少有被放养到一个开放空间 自由交往的机会 所以现在的孩子 很难像我这一代人那样 和日本70年代的小学生共情 与其同时 工业化社会从理想变成了世面的现实 破除了很多乡镇儿童当年的憧憬 我们不再期待 未来社会用技术进步 解决世面的一切问题 机器猫这种不断从未来引入道具的故事 也不会再成为主流文化 不意外的话 机器猫在中国的影响力也会逐渐下降 最终变成我这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也比大雄和工业化早期的朝气都过去了 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机器猫 还有90年才能诞生 这不仅是漫画的设定 还是中国展示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 眼下最大的问题 我们既不可能退回去 寻找光脚不怕穿鞋的决心 暂时也看不到科技快速进步 改变所有人生活的希望 所以现在上网一看 只要是自发表达的内容 都是怨气居多 我不可能说服所有人放弃怨气 也不想学传教师和僧侣 用所谓的正能量去化解怨气 我只希望我们能够把对社会的抱怨 尽可能转化为创造性的意见和计划 一起推动科技进步 推动新时代的到来 早一点让机器毛走进现实 让每个人都过上有希望的生活 如果税前消息做上一万期 能让机器毛提前一天诞生 我们的工作就很值得 好 感谢您收看425期税前消息 我们的文字内容 发在税前消息编辑过的公号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用各种方式帮我们转发 我们周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